在这个视频里,您将学习到如何缓解失眠 晚餐应避免不易消化的油腻食物 下午两点后,不要饮用如薄荷、茶、苏打水和咖啡等刺激性饮料 在临醉前喝一杯植物乳,如杏仁奶或豆奶 植物乳中富含的氨基酸是合成青色氨必要的成分 青色氨有镇定的作用 您可以喝一些花草茶,如青凝茶、马鞭草茶或菊花茶 它们有着显著的氨神效果 不要在热水澡后马上睡觉 这样会引起体温升高 而深度睡眠需要体温稍低一些 卧室的温度不宜太高 理想温度在18度左右 在睡前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屏幕蓝光会影响睡眠荷尔蒙退黑素的分泌 每晚最好在同一时间睡觉 让身体适应您的睡眠生物中 事实上,睡眠是由一系列的循环组成的 每一个循环平均一个半小时 不要错过循环的开始 因为这是入睡的阶段 为了确保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运动应该安排在早上 入睡前做运动会让大脑兴奋 使睡眠更加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